美国大选果然没让中国失望 候选人最后关头 还是给台当局泼了冷水 美国总统竞选已经进入重刺阶段 特朗普和哈里斯两位候选人士 竞相砸下数亿美元 试图在摇摆州选民的心中占据一席之地 最新民调数据显示 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不分伯仲 各自拿下48%左右的选民支持 胜负还难以预测 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就是台湾地区慌了 美国大选向来少不了打对华强硬牌 这是吸引选民关注的关键法报 然而随着选战进入尾声 赖清德当局焦虑的是 两党候选人都在保卫台湾这件事上 打起了退堂鼓 你看特朗普在被问及 是否会动用军事力量 对抗大陆对台岛封锁支持 干脆回应说 如果大陆真这么做 美国会对中国征收150%到200%的关税 甚至完全关闭中美贸易 这话乍一听 依然是对华强硬 但仔细一品啊 这正是特朗普与拜登的最大不同 拜登嘴上说的是对台军售 喊的是保卫台岛的空话 而特朗普则根本不考虑动用武力 他只关心利益 更早之前 特朗普就明确表态 如果台当局想让美国出手 他就必须交足了保护费 说白了 特朗普关心的 只是怎么从台岛身上捞好处 捞油水 台湾问题不过是他一个交易的筹码 那至于哈里斯 嘴上说美国会帮助台湾地区增强自卫能力 但当被问及是否会动用武力保卫台岛时 却绕开问题 并且重申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 换言之 这俩候选人打的是中国牌 但真到关键时刻都不打算为台岛付出任何实质性代价 你说 这怎么能让赖清德当局不焦虑呢 平日里依赖美国的安全承诺 如今都成了泡影 美国一旦发现利益不在 恐怕跑得比谁多快 其实台当局早应该明白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 对台湾地区的支持从来都是虚情假意 一旦局势变得不利 美国只会迅速甩开包袱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特朗普那句给钱再谈 与哈里斯增强保卫能力的说辞 其实给了台当局一盆透心凉的冷水 美国人从没真心为台湾着想 利益至上是他们唯一的原则 站在大陆的角度看 美国这样的表态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 回顾过往 无论是前几任总统的军售政策 还是今天的对华强硬 都不过是美国谋取最大利益的手段而已 对美国来说 台当局永远只是一个棋子 而非真正的盟友 那些还在幻想美国会在关键时刻 出手相救的人 不过是天真的自欺欺人 更关键的是 不管谁当选美国总统 台湾的未来不在美国政客手里 对台当局而言 继续跟大陆对着干 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 最终被抛弃 对中国大陆来说 美国还没有让我们失望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美国的虚伪与利己主义是一如既往 台当局如今应该醒来了 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 无意于抱住一条随时可能被挣脱的腿 而美国在全球的形式风格早已揭示了一个真理 那就是在他的眼里 只有利益 没有真正的盟友 尽管谁将成为下一任总统尚未尘埃落定 但从两位候选人的表态之中 我们已经得出个结论了 台独的大势已去 美国政客的一举一动 只会加速这一进程 未来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 中国大陆始终是台海问题中的主导力量 而美国不过是个看客而已 感谢观看